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新人的女5和女6出来乍到 第一时间就是观察局势 不知道他们能否发挥年鱼效应 经常看恋宗的小伙伴应该都有这样的感觉 那就是后加入的嘉宾常常是有苦难言 对于性格不主动的嘉宾来说 后加入就更不利了 好在节目组给了女5和女6特权 他们可以邀请男嘉宾一对一约会 被邀请的男嘉宾还不能拒绝 这对于女5和女6来说 是一个增加和男嘉宾交流 更快融入小屋的好机会 要知道即使是首发的女嘉宾 他们也还没有和男嘉宾单独约会的机会 年鱼入场 有人欢喜 有人忧 对于女嘉宾们来说 看到又有大美女加入小屋 他们的压力无疑倍增了 对于还没有可以互动对象的男嘉宾来说 则又多了很多选择的机会 这部两位新女嘉宾刚登场 侯思义就迫不及待地宣誓主权 当着老成员和新嘉宾的面 侯思义和孙敬军甜蜜互动 有这样一个画面 侯思义坐在孙敬军安装的秋千上 开心地笑着 孙敬军站在秋千后 单手摇着秋干椅 场面吼甜 那一刻的侯思义就像是公主一样 而孙敬军则像是一位王子 默默守护着侯思义 新女嘉宾刚好路过 看到一幕意味深长地笑了 懂得都懂 毕竟都是成年人了 都挺有眼力见的 其实不只是侯思义在宣誓主权 孙敬军也算是用自己的行为告诉新来的女生 他有心动对象了 从这一点来看 孙敬军确实对侯思义很坚定 这样来看 侯思义和孙敬军目前也算是双向奔赴了 种种迹象表明 他们都很愿意了解彼此 反倒是也喜欢侯思义的侯卓成 这下算是彻底出局了 很明显 侯思义更喜欢孙敬军 侯卓成胜算不大了 其实认真看了节目我们就会发现 侯思义的偏向很明显 他和孙敬军在一起聊天时 他的话很多 还很愿意主动开启话题 更重要的是 虽然和孙敬军只有短短几次聊天机会 但是他们聊的话题都很深入 就连侯思义自己有一次也忍不住感慨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很愿意和你深入地聊这些 不管是聊天还是新女嘉宾来以后的秋千场面 都在告诉我们 侯思义和孙敬军的互动渐入佳境 而侯卓成却要面临出局的问题 反观侯思义和侯卓成的互动略显平淡 虽然在节目第一期他们是备受欢迎的双侯CP 但是他们的进展实在缓慢 不过侯卓成的默默付出却值得肯定 你会发现他很多时候都系着围裙在厨房忙碌 做侯思义喜欢的菜 但与此同时 他又不善于表达他做了很多 可是一在侯思义面前时 他就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 这可能也是他和侯思义无法深入聊天的原因之一 女仪用一个看似不礼貌行为给足男舞体面 难以兴花怒放 好喜欢像女仪范耶兰这样态度明确 不拖泥带水的女嘉宾啊 她用一个看似不礼貌的行为给足男舞体面 难以由此兴花怒放 在《心动6》里 女仪范耶兰同时被两位男生喜欢 一位是男一王凯志 一位是男舞卢可 在第一次分组约会时 王凯志和卢可纷纷采取行动向他表明心迹 因为大家刚认识 还不熟 范耶兰选择了默默观察 短暂了解过后 他就确定了自己的心动男嘉宾 是男一王凯志 他在给王凯志的短信里写道 他决定态度再明确一点 因为王凯志之前提到自己有一个小心愿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包一顿饺子吃 所以某一天 范耶兰下班回家就买了包饺子的食材 向王凯志迈出了第一步 确定了自己的好感对象是王凯志以后 范耶兰便明确了自己的态度 随后他用了一个看似不礼貌的行为 婉拒了卢可的喜欢 这个场景便发生在范耶兰和王凯志 开心的在601厨房包饺子时 美好的二人世界使得范耶兰和王凯志之间的关系迅速拉近 这个时候前来601厨房拿东西的卢可看到了这一幕 那一刻他有些失落 但还是忍不住用余光悄悄地打量着王凯志和范耶兰 范耶兰在卢可来到厨房时迅速地走到了王凯志的身边 继续和他开心地聊天 他并没有帮助卢可一起在冰箱找食材 按理说602的卢可来他们这里借食材 范耶兰应该帮助他一起寻找 以便卢可快速找到对应的食材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哪怕卢可过来的时候 他刚好在冰箱前翻找东西 卢可靠近冰箱后 他还是选择自然地离开了冰箱 走到了王凯志的身边 当时他还和王凯志聊得特别开心 独自翻找东西的卢可看起来有些落寞 卢可那一刻的表情说明他心里很在意 范耶兰的这个行为看似不礼貌 实则给足了卢可体面 他在这个除了他们三人以外 在没有其他嘉宾的场合下 向卢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不得不说范耶兰的这个做法太漂亮了 有种快刀斩乱麻的及时感 干脆利落令人称赞 其实卢可只要不固执 他就能明白范耶兰的苦心 不再继续和他纠缠 而是体面地将目光转到其他女嘉宾的身上 而且对于男艺王凯志来说 范耶兰的做法无疑让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能够被自己在意的女嘉宾偏爱 他自然心花怒放 在这之前 卢可喜欢范耶兰 他心知肚明 但是他也无可奈何 毕竟他们都有公平的机会向喜欢的女嘉宾表态 如今当着卢可的面 范耶兰主动和他互动 这是范耶兰在回应他之前的付出 他一定感受到了 这也证明他俩开始双向奔赴 看好王凯志和范耶兰这对北极2CP的人特别多 他俩的互动有种细水长流 娓娓到来的即适感很舒服 很难让人不磕 总而言之 范耶兰适时表明态度的做法真的很不错 适当的观察 了解在适时的表态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范耶兰的三观真的很正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如果你闻到这里了 请关注哦 官方便是哈饭的 敬请了 请关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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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